你知道照片中这个人高马大的巨人是谁吗 据说他比中国巨人姚明还要高出一米 这是真的假的呢 大家好我是小德 今天我们来聊颠覆你认知的清朝巨人詹世猜 要说在中国长得最高的人是谁 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的说是姚明 而一少部分人会说是包喜顺或者是徐福海 确实这三个人都不矮 普遍的两米多 但是你知道吗 在清朝巨人詹世猜面前 这三个人就变成了小矮个了 据说詹世猜的净身高就三米多高 比姚明高出一米多 那么这詹世猜是何许人也呢 1841年詹世猜出生在一个常人之家 所谓常人之家是物源县字记载的 就是家族里边的人都是大高个 父母兄弟都是因为身高在当地出了名的 传说詹世猜的父亲身高两米四八 弟弟也是两米四以上 而到了詹世猜这一代直接爆发了 长到了三米一九 很难想象这一家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估计至少要四米多高 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就疑惑了 这詹世猜既然都两米多高了 肯定是稳坐世界第一巨人的称号 可是为什么吉尼斯记录显示的第一巨人 仍然是两米七二的美国人 罗伯特瓦德罗呢 其实不是吉尼斯弄错了 而是我们的内部有分歧 3.19米这个数据呢 只是网上谣传的数据 虽然野史也有相关的记录 詹世猜的老家江西物园呢 有很多年龄大的老人呢 也都说伊西也记得这个人非常高 但是具体是不是3.19米 其实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而奥华博物馆研究之后 得出的身高呢 其实詹世猜是2.43米 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 詹世猜的棺材呢 只有2.6米 古代呢 虽然不流行火葬 但是想必呢 也不会把一个3米多高的人 分成两半买账吧 所以呢 直到现在呢 詹世猜的身高 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是身高2米43呢 这个数也不得了了 依然呢 要比巨人姚明还要高出半头 不过呢 即使没有身高这一特点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也颇为传奇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敢相信吗 话中这个尖头芳老的男人 居然比姚明还要高半头 他的人生 为何比他的身高还要传奇 清朝巨人詹世猜呢 由于从小就比一般的孩子 长得要高很多 为此呢 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两岁的时候呢 詹世猜和母亲去逛花灯 路上呢 他突然就饿了 无奈之下呢 母亲不得不就地给他喂奶 可是没想到呢 这看似普通的小事 却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众人们呢 都嘲笑 这詹世猜啊 快比母亲都高了 还在吃奶呢 母亲呢 也赶忙解释 这孩子呢 还不到两岁呢 从这以后呢 詹世猜就彻底的出名了 成了当地有名的巨人娃娃 1850年 也就是詹世猜九岁的时候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呢 爆发了 在红袖拳的带领之下呢 起义军呀 在南方各省 把清朝打得是四分五三 打散了的官兵们呢 拿不到军乡 就纷纷地躲进村里边 掠夺农民们的财物 可当官兵们路过詹世猜家的时候呢 却上演了一把 李鬼见李葵的戏码 詹世猜呢 刚往起一战 庞大的身躯呢 就像是一座大山鸭了过来 清军呢 被吓得是四处逃窜 詹世猜呢 也逐渐就成为了方圆百里的守护神 没有人再来赶村子里边闹事 1865年呢 在自磨厂做工人的詹世猜呢 引起了一名外国商人的注意 后来呢 阴差阳错之下呢 这个外国的商人呢 就把詹世猜牵下来当了演员 还特意呢 为他打造了一个叫做奇人秀的节目 从这之后呢 詹世猜开启了自己世界巡演的商业之路 辉煌的时候呢 这个东方巨人呢 还被间接到了俄国马戏表演的创作当中 时间久了 詹世猜呢 也就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怪物 频繁地出现在各大的商演平台 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出自 同时呢 他也凭借自己的身高 赢得了分厚的报酬 据说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 詹世猜的月薪呢 就高达500美元 相当于当时中国上百户家庭的收入 日子呀 过得是十分逍遥自在 最引人注目的是呢 詹世猜在成年之后呢 还娶了一位英国老婆 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呢 洋人都很少见 而詹世猜呢 却直接把洋妞抱回了家 可见呢 给当时的人物多大的思想冲击 被称为清朝第一巨人的詹世猜 姚明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他靠什么赢得了英国女子 以生相许呢 1871年 两米四三高的詹世猜呢 凭借身高的吸引 他在国际商演的表演呢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逐渐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演艺名人 除此之外呢 詹世猜还拥有极高的语言天赋 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 在异国风情的渲染之下呢 他也慢慢习惯了英国的生活 于是呢 就在英国定居了下来 在他雄演期间 一个叫做凯特林商特利的英国姑娘 被詹世猜颇具魅力的表演所吸引 并且呢 以生相许嫁给了他 婚后呢 两个人十分幸福 还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当然 虽然定居在了英国 但是詹世猜呢 毕竟是中国人 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思想呢 自古就扎在骨子里 在45岁之后呢 詹世猜放弃了英国的高品质生活 带着妻子回到了江西雾原县 1893年 51岁的詹世猜离开了人世 詹世猜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詹哲纯 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曾经多次寻亲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叔伯 但是没想到却吃了闭门根 詹家人呢 害怕詹哲纯是回来疯遗产的 硬生生的把他赶走了 而至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詹世猜的身高有没有被继承呢 答案显然是没有 老田赏饭吃的身高优势呢 好像也随着詹世猜的离开 也彻底的在詹家消失了 很多人都说 詹世猜这么好的基因没有流传下来 真是可惜了 但是小德呢 反倒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 詹世猜的后代呢 没有依靠他父亲的名气 大幅度的炒作 反而是选择了低调 可能呢 低调的生活会比出名更加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你们见过比詹世猜还高的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最后别忘记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